大家好,昨天在哈尔格夫方向战斗持续,而且非常激烈 我把最新的战况给大家汇报一下 在哈尔格夫南部地区,敦涅斯科人民共国 经过一夜的艰苦战斗,在马林卡要塞击退了乌军 也就是占领了乌军防守的要塞马林卡 这个马林卡,大家知道如果熟悉顿巴斯战役的 应该知道从14年以后,实际上乌军一直占领马林卡要塞 通过马林卡要塞不断的渗透顿涅斯科人民共国 这个要塞是由北约高级指挥官进行布防 所以这个要塞很难攻克 之前的顿涅斯科人民共国实力有限 所以几次想要攻克这个要塞都没有成功 这一次昨天晚上战斗攻克了马林卡要塞 这是一个重大胜利 这个要塞相当于乌军在顿涅斯科的一个钉子 一个钉子,现在拔掉了一个钉子 过去八年都想拔掉这个钉子 没有这个实力 有北约部队,北约的指挥官在这里面进行布防 所以他这个防御非常强,现在已经被拔掉了 那也说顿涅斯科人民共国他这个马林卡附近的 这个相关的兵力可以投送到其他战场 但是昨天晚上这个马林卡要塞 这个钉子被拔掉,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 另外在伊九姆,在哈尔科夫以南伊九姆方向 俄军在伊九姆以南的卡门卡村 取得了胜利,激烈的战斗 在卡门卡村激烈的战斗 我把这个战斗视频给大家播放一下 你可以点开标题,下面有链接 你点开那个视频,你就可以看到 俄军出动这个坦克,深入到乌军阵地 但是乌军没有发现这个坦克,没有发现坦克是敌人的 也就是俄军坦克,因为这个坦克可能进行了伪装 伪装成乌军坦克,在靠近乌军阵地只有20米的时候 突然坦克开火,炸死大量乌军 这个视频在下面,很恐怖的 这坦克悄悄的悄悄的靠近了乌军阵地 乌军还有说有笑呢,以为这坦克是自己的 还打招呼呢,结果砰一炮,全炸死了 现场视频有啊 那在卡门卡村这个战斗非常激烈啊 那双方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啊 现在呢,我没有获得具体的这个伤亡情况 但是呢,从现在我去到了解呢 俄军以及乌军 在这个地区使用重武器啊,都有大量的伤亡 俄军没有公布信息啊 这个卡门卡村呢,实际上是还是围绕着 斯拉伯扬斯克北部地区封锁乌军啊 封锁乌军啊,封锁乌军在啊 在 一九母啊,一九母南部地区啊 撤退路线的啊,一个重要一个啊 一个节点,也就是如果控制了卡门卡村 那么俄军在斯拉伯扬斯克,他后撤 将按照预先制定的这个轨道 他很难向北啊,对一九母形成威胁 而是沿着这个卡门卡村 向哪呢?向地尼泊方向啊 就是俄军呢,现在正在挤压 挤压乌军,给乌军形成一个什么通道 就是把乌军往哪儿,往地尼泊方向赶 如果占领了卡门卡村 卡门卡村这个地方一定一旦占领 那么就形成了整个的一个通道啊 就北部地区完全被俄军控制 乌军如果撤退的话 只能一言规定路线撤退到地尼泊方向 你可以看俄军现在从卡门卡村 昨天这个战斗来看 实际上已经规划好了这个 乌军的撤退方向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啊 有趣的看点 就俄军现在正在规划乌军撤退方向 那你看俄军如果和乌军在 撒乌扬斯克爆发大规模冲突 也给乌军留下了撤退的方向 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俄军已经完全准备好啊 收复顿巴斯 也就是收复哈尔科夫以南 伊九母 卢干斯克顿涅斯克 以及哈尔科夫全境 在哈尔科夫呢 现在这个周边的战斗啊 也在进行啊 实际上一直在持续啊 这种小规模的战斗啊 那么主攻方向还是在 斯拉比亚斯克 而且双方的已经啊 调集了重兵 现在呢 从啊 地涅伯方向啊 大量的援兵 已经抵达了斯拉比亚斯克战场啊 而且在斯拉比亚斯克驻防 现在我了解呢 还有一部分北约制式的武器 已经调到了斯拉比亚斯克 而且呢 从乌克兰现在公布的信息显示呢 是决胜武器 也就是北约给乌克兰的秘密武器 可能会影响战局的啊 现在这个武器没有公开啊 现在也没有任何信息啊 我也在找啊 我也在找相关的信息啊 那如果开战以后呢 乌军利用北约给他这种啊 神秘武器的帮助 是不是能抵挡俄军的进攻 我个认为这个武器 很有可能是那种反坦克武器啊 因为现在俄军啊 包括特巴林 包括他的这个第一禁卫坦克啊 坦克军就挤在这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反坦克武器 重要的反坦克武器 整个北约制式的反坦克武器 而且是数量巨大的反坦克武器 要给俄军坦克部队造成巨大伤亡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因为现在没有信息 那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呢 昨天在卢干斯克呢 也发生这个爆炸啊 昨天呢 卢干斯克的一个化工厂遇到袭击啊 一个硝酸罐被炸 实际上之前就发生过啊 那爆炸以后呢 有毒气体已经泄露啊 从这个现场的画面啊 视频来看呢 爆炸后升起了粉红色的蘑菇云 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呢 指责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 破坏技术设施 炸毁了这个硝酸罐 使平民受到化学武器的威胁 乌克兰官员呢 将爆炸归咎于顿巴斯地区 民间武装以及俄军的炮击啊 但是现在呢 这个硝酸啊 它爆炸以后形成这个烟雾呢 就是对眼睛 对当地民众的眼睛 皮肤呼吸道有腐蚀性 当地顿涅测 以及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已经发布警告啊 要求当地的民众 一定要戴上防冻面具 避免吸入硝酸器物产生 化学刺激 特别对呼吸道啊 如果吸入这个硝酸啊 它这种烟雾以后呢 现在我了解啊 肺部会水肿 肺部会水肿 那现在我了解呢 应该是乌军在撤退的时候呢 将自己囤积的这个硝酸罐炸毁的 这个不是导弹打的 从现场照片来看 不是导弹 是这个爆炸 就是现场引爆的 当地的卢干斯克方面的信息呢 应该是乌军撤退的时候 撤退的时候引爆的 故意引爆 因为它存着这个硝酸目的呢 实际就是阻挡俄军进攻 因为炸毁这个硝酸以后 会形成方圆30公里的一个半径的污染区 俄军呢 很难这个在污染区里面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活动 所以它有时间撤退 它每次撤退之前都会炸毁当地的硝酸罐 上万吨硝酸每次都囤积 每次一撤退 为了给自己留下时间吧 就炸毁这个硝酸罐 这是乌军的惯用伎俩 但是呢 这种化学武器攻击呢 现在在敦巴斯地区越来越多 所以我之前提醒过在乌克兰的华人 你一定要准备还有一个就是毒气面罩 毒气面罩要准备 你如果有能力的话 一定要在市场上采购到 一定要采购到这个毒气面罩 另外呢 你可以自制 你包括这个水源 毛巾 捂住口鼻 你像这个硝酸啊 这一类的化学品爆炸以后呢 主要是通过你的呼吸道 去侵蚀你的肺部 所以呢要主要的捂住口鼻 保证这个硝酸的这些化学品不进入到你的肺部 身体表面的这些污染呢 这还好办 拿清水清洗 如果你吸入到肺部 你就完了 这个肺部会水肿 肺水肿以后呢 会对你的这个生命构成威胁 我再次提醒啊 我每次都提醒当地的华人 有很多中国人啊 我看了啊 这个抖音上很多啊 还在乌克兰啊 还在发抖音 还在发一些很多视频 我再提醒啊 你在乌克兰可以 但是你现在要注意啊 很有可能有化学攻击 我刚才讲的这些 你一定要提前准备啊 那从现在呢 顿涅斯克以及哈尔科夫南部伊纠姆的这个战况来看呢 俄军正在收紧这个包围圈 你从整体的战场态势来看 俄军收紧包围圈 而乌军呢 包括在卢干斯克 在顿涅斯克 以及在伊纠姆啊 斯拉维扬斯克周边的乌军呢 受到俄军的挤压以后呢 开始往回收缩 你看这个马林卡 马林卡这个钉子之前一直是定在顿涅斯克的 乌军是想通过马林卡来袭击顿涅斯克室内的一些 通过渗透啊 特攻暗杀啊 袭击顿涅斯克室内的目标 但是现在他撤掉了一个钉子 就开始往回收 说明什么 说明俄军给乌军的压力巨大 在整个的顿涅斯克前线地区 已经完全包围住乌军了 这是一个态势啊 乌军开始往回收缩 向哪呢 向斯拉维扬斯克收缩 而俄军前处 在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个通道 给乌军形成了一个通道 撤向蒂涅伯的一个通道 这是现在一个战场态势啊 在斯拉维扬斯克 那我觉得这个大战呢 要等莫斯克啊 要等普京的最后的决定 另外呢 要看整个俄军在当地的这个人员部署情况 我昨天讲过 要达到9万人才能发动进攻啊 因为现在当地的乌军呢 有7万人啊 再加上蒂涅伯 前段时间有一部分雇佣兵到蒂涅伯 那现在炸毁了这个雇佣兵营地啊 消灭了一部分 但是有一部分呢 分散到其他地方了 所以有一部分雇佣兵也到了斯拉维扬斯克 加上雇佣兵的话 当地应该有啊 十万人左右啊 应该有十万人左右 那你乌克兰方面十万人 俄军在这个方向呢 顿涅斯克卢干斯克方向 人数应该不到十万 那乌军十万人 那俄军需要2比1的比例才能吃下这部分乌军 那俄军在这个方向要集结九万人 加上顿涅斯克卢干斯克方向啊 小十万人啊 就达到2比1 这个才有保证啊 吃掉啊 斯拉维扬斯克这十万人的乌军 而且呢 应该是非常惨烈啊 我个人认为会非常惨烈啊 因为从整个的兵力情况来看 特别是你是进攻方 他是防守方 进攻方的兵力2比1 实际这个比例也不算很高啊 胜算啊 并不是特别高 但我觉得俄军会发挥他自己在野外这种火 这种火炮的优势 特别是坦克集群大规模冲锋 他不像城市战啊 他这种野外 在斯拉维扬斯克 他是这种野外 进行大规模的这种迂回 重型火器的这种攻击 所以呢 现在来看呢 俄军会发挥他自己的常数 就是重火器 所以呢 我觉得战争如果开打的话 乌军刚开始会损失一部分 会利用自己的这个斯拉维扬斯克 有力的这种防御攻势 坚守阵地 坚守斯拉维扬斯克 最后呢 会进入到这种 肉搏巷战 在斯拉维扬斯克 进行这种最后的决战 这是一个态势 我自己的判断 斯拉维扬斯克这个战役 很快就会打响啊 那么有最新的消息呢 我会及时给大家汇报 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俄军已经准备好 不断地对俄罗斯呛声 对俄罗斯进行这种制裁 但是你看普京反扰的很低调 普京在准备这个大的计划 现在我了解的情况 很有可能在波罗的海 在波罗的海方向 会有个大的行动 有最新的消息 我在台汇报 在这边上 在这边的记者一下 无论 这边就是钓的